曾志龙去榜 成群结队为了在海上生存 当起海盗 曾志龙历史定位是个为了利益 不断见风转舵的人 一身祥名又祥亲 是航海史上最大尾的海盗 曾志龙有一个书生误打了贪官 最后流亡在海上 他是第一个打败了西洋舰队 然后让大家看见台湾的一个人 明华园年度旗舰大戏海贼之王 由当家小船孙翠凤率领年轻演员登台标戏 为了呈现海战场景 除了把舞台延伸到观众席 更加入高空特技 他的剧场的结构图 要找到图然后去计算每一根粮所能载种 然后他最大承载瞬间的这个重量 郑志龙一生除了在海上作战 爱情故事也是相当精彩 海上的交易 他娶了日本女人 还能够伸出正成功 所以在一生当中 有爱 有不被爱 然后最后是跟一个互相彼此 没有那么爱的人在一起 世纪海战盛大登场将颠覆你我对郑志龙的传统印象 来新闻高林徐云豪 台北报道